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 诚心居服的老师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老师 你好 好的 那我想先请老师 跟我们分享 诚心居服是在做什么的呢 呃 诚心居服 它是在做 长照2.0的居家 居家服务的 是 那因为应该是说 你们当初 应该说这样的一个 诚心居服的这个品牌 名字的由来 是来自于哪边呢 哦 其实这个名字是 呃 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个成 那当时候在 想这个公司的名字的时候 我就是告诉我自己 我要用我对待阿公的心情 那那种心态去服务我的个案 所以才 举名叫成心 这样子 是 等于说是诚心诚意 照顾阿公的那种感觉 还是说对待所有人 对待 就是对待我们所有的个案 我就希望就是用我 对待自己阿公的那种心态 然后去对待我们的个案 所以才取名叫成心 然后也让我 我就是提醒我自己就是 我时时刻刻要自己记得 就是说我做这个行业 我选择了做这个行业 那么我就要用这种心态去对待我的个案 这样子 是 那因为其实最早老师其实是因为 也为了想要好好的可以更加的照顾阿公 所以后来对于像长照这一块有去做学习 那到后来因缘机会决定要出来创业是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呢 因为当时候就是政府他就是有一个素人计划 他就是鼓励你非本科系的 然后你也出来做这个行业 因为当时真的没有人要做 所以那个时候也因为我的老师跟我的同学鼓励我 然后他们也觉得说我应该可以 所以我的老师跟同学就帮助了很多 然后就让我很勇敢的去踏出这一步 然后自己来创业这样子 是 那应该是说其实以现在目前来说 其实在政府法规不断在更新或变动的情况之下 其实这块领域也越来越不好做了 对 是 那在过程有没有遇到哪一些 像是瓶颈啊 还是说一些比较令你印象深刻的案例吗 个案的案例吗 个案的案例 其实遇到个案的案例就是 比如说像我举例来讲好了 就前几天嘛 前阵子不是台风天嘛 那我就接到一个那个个案的电话 因为我就有一个那个公务机嘛 然后他就打电话到 我们他就打电话到公务机来 然后他一打电话这样就 他就开始骂一直骂 说你为什么台风天 然后不让你们的居服员来帮我送餐 然后我都快要饿死了 我说台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居服员冒着风险 去帮你送餐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要怎么办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台风就台中啊 就无风无雨啊 哪里来的台风 你为什么不要让我就是 就是允许我们的居服员去 他就是我陪伴你这样子 那陪伴他里面就比如说陪你看电视 陪你看书 念报纸给你听 念书给你听 那一直以来我都觉得陪伴这件事情 你如果对于两个不认识的人 那我们两个人就是这样大眼瞪小眼 相看两无眼这样子 所以我就在好几年前 我就自己去买那个桌游 然后我就跟我们的居服员讲 我就一人发给他们一个 我就跟他们讲说 如果你们在遇到单纯陪伴的时候 那你不知道要跟阿公阿嬷 或者你不知道跟你的个案做什么的时候 那么你就可以用什么 你就可以用桌游跟他玩 这样子他会欲罢不能 而且他会觉得哇 30分钟很快就过了 嘿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比较创新的服务啦 很多人他们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那因为我以前自己是幼教老师 我也学习过很多关于桌游的 这一部分的课程 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 导入在我们的服务里面去 是 等于说用一些比较新创 然后可以启发人的方式来去带领这一些 可能说照顾一些长辈啊等等 那你现在目前来说 等于说公司也经营了一段时间 那对于像公司整个说 长期未来的发展 包含在短中长期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其实我们短期 我们还是会着重就是在服务品质上面 就是做一个比较好的 他会有很多的规范在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也 我们现在已经目前已经有在开始 就是做一个比较多元化的 自费性的一个服务 那长期的 如果说我们比较长期 我们还是会着重就是在延伸出更多 就是有关于比较利于就是说 针对个案 如何在照顾的这一个部分 提供他们更不一样的多元化的服务 这样子 是 那如果当今是一个年轻人 他或许对长招这个领域 他也是非常的有兴趣 在未来也想自己出来创业 那老师会有什么建议想给他们呢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他如果就是刚毕业的那种年轻人 本科系的那种 我坦白讲我不建议他们就是 马上就投入这个行业自己出来创业 我认为这个行业他其实是有很大的挑战跟辛苦在里面的 因为你一定要让自己有一段 本身你真的有实际上去参与过这整个行业 居妇人在做什么 督导在做什么 业务妇人应该做什么 你自己真的要很清楚的去了解过后 你自己本身有一些经历有一些经验 然后做中学学中做 慢慢的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有 你就是说你去积累那个能力之后 你再来做创业会比较好 不然如果是那种刚开始的年轻人 坦白讲我还真不建议 是因为其实在居家长照这块领域说真的 其实他门槛蛮高 而且他的专业度也很高 所以当你如果今天你甚至是连一点 算是这种可能学历背景 又或者说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 对于这个领域是没有触碰到的 那等于说你竟然要突然间创业 其实本身还蛮难的 对 所以与其这样你或许可以做一些学习上的规划 又或者说到老师他们那边去做做看 就是说对于这块领域是真的在于未来你的职业发展 是有所规划的 那再慢慢的一点一滴 然后在于说未来要怎么样去做计划 那等于说其实这样过程当中 那我们今天最后的部分就非常高兴邀请到老师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在于创业一路走来的 辛酸的一个历史谈 那我们谢谢老师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